我们看这一题 这一题它要你把T解乘X T解乘X的话 首先我们看 这个T它要大于零 T的话也可以等于零 大于等于零 好,那在这个条件底下的话 我两边取得个 两边取得个的话 就是多少呢? 根号T 这等于LN 它在X的平方 好,然后现在的话 这个X它也要大于零 X大于零的时候 X大于零的时候的话 那你2就可以拿下来 也就等于 两边的LN X要大一点 好,然后我现在 给它的平方 T的话就等于多少呢? T的话就等于这个是 嗯... 不过也不一定啊 你把它加绝对值就好了 这个什么呢? 这个X它是可以小零的 你把它加绝对值以后 X可以小零的 所以T的话等于多少呢? 等于4倍的 就两边平方 LN多少呢? 取决类值 整个的平方呢? 所以答案 所以答案就这个 答案的话呢? 是等于这个 T的话 是等于这个 你也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 Cln 平方 取决类值 这跟这个的意思 事实上是一样的 所以答案是这个 或写这样也可以 再次答案 这天 更多的 好了 2 2 4 4 4